最近中国大陆的媒体是长篇报道中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和处境 相对的被精神病事件也频频被曝光 一直以来这个精神病院呢可以说是中共公安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 许多维权人士上访人士被以精神病的名义 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遭受折磨与迫害的事件是实有所闻 那么媒体所报道的中国精神病人超过一亿人 这个数字的背后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住在哈尔滨的赵桂荣 他的丈夫刑事库因为向国家信访局反映他在国有企业改制前后 自身应得的职工待遇被厂长王凯明侵占等问题 而被当局强行绑架 关进哈尔滨市第一专科精神病医院 后来又转移到到外区精神病院关押 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这是个典型的发生在现今中国大陆的被精神病势力 赵桂荣的朋友马波也陪着他一起去精神病院探访他丈夫 马波说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迟早会出事 他是在北京上方期间给抓回去的 很正常啊 他跑了好几次都这样给抓回去了 跟猫的院长所说 他也没有什么装个文品呢 专门治疗精神病的一块 他也没有 他也说得很明确 谁送来的 谁拿钱 谁说话 反腐维权联盟成员刘纯宝 马波 小胖 两次陪同赵桂荣到精神病院要人 但医院的院长说 谁拿钱送进来的谁说了算 中国没有专门的精神健康法律 造成了中国的精神病人被乱收治的局面 医生鉴阅法官的权利 医院无需事先见过当事人 无需事先进行医学诊断 收治时无需听取本人的意见 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 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 这种收治方式与被收押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当局将上访者投入精神病院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有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变成精神病人 日前官方的资料显示 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有1亿人以上 其中重症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 在这庞大的精神病患背后 有多少访民是被精神病呢? 7月5日 广西滕县第三人民医院 有42名精神病人集体逃脱 据报道 这些所谓的病人挟持医院的巡查护理员 并抢走护理员的钥匙、手机及现金 然后打开病区的大门逃出 虽然这42名精神病人逃走后又被全部追回 但是病人为何能强行出走? 医院是如何管理的? 是否有人被精神病? 民众急于了解这些疑点 大陆财经网的副主编罗昌平就在微博提出质疑 他问 一群重症疯子何以策划逃跑? 他们如何说服超过八成的疯子 并绕过正常的医护人员? 其中有无被精神病 这里隐藏了多少悲剧与罪恶? 有网友说 这说明司法如不独立 就算取消劳教 照样有办法送你进精神病院被精神病 对于最近北京一家较大规模的劳教所 正在低调释放被劳教人员 大陆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表示 是不是当局把劳教制度废了 把这些人又重新关进精神病院 通过另外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手法 来对中国的百姓进行迫害呢? 这是大家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说明司法如不独立